社区新闻方面 休斯顿特纳市长和国会议员埃尔格林 近日与华人华侨共庆新春 近前名华人华侨欢迎一堂 美南山东同乡会40周年庆典 在好汉歌声中开场 休斯顿市长特纳和国会议员埃尔格林 与华人华侨共庆新春 市长特纳为庆典活动颁奖 会长休宗明博士代表青岛孟凡利市长 邀请特纳市长访问青岛 促进两市之间的文化商贸交流 并转送了青岛的纪念品 美国国会议员埃尔格林 致辞呼吁尽快解决美中贸易摩擦 重建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良好关系 并为特邀蒙古族歌手阿姆古棱和巴达荣贵 颁发了中美文化交流大使的纪念牌 刘洪梅副总领事代表休斯顿总领事馆出席了大会 终身荣誉会长休斯顿西南纪念医院副院长 封建伟先生致辞表示 同乡会40年来团结发展 对中美两国各项交流贡献颇多 已经成为美南地区规模最大 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社团之一 我们山东儿女老乡们走过了一趟艰苦 拼搏乃是成功的路 为了华人社区 为了美国主流 书克里面非常美好的旗帜 美南山东同乡会在未来的发展当中 将继续坚持年轻化专业化主流化工艺化 把我们同乡会建成一种西斯敦地区最大的华人社团 庆典上参选福病郡税务总长的张清晶感谢大家对他的热情支持 随后的演唱 朗诵 武术 牛仔虎 民族舞和服装秀 民乐和书法表演等赢得中外嘉宾的阵阵掌声 阿姆普腾和巴达荣贵演唱的八面松布尔山 家乡美 红遍 敖包相会将晚会推向了高潮 特约记者沐实 汉文 休斯敦报道 因为美 估计